大家請合掌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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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微妙法 八千萬劫難遭遇 八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我今見聞得受慈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阿尾頭髮 阿尾頭髮 上次我們講到真一阿含經 就講了六法 然後就講七法 七法第一就是叫做丹法品 是聚說了成就七法 能夠得到這個落漏段 又講這個發心出家 乃至到成為無漏的七法的時候 在這個七事 譬如這個無線、退線、不進和四果 在這個七事裏面 又譬如這個比丘政界 乃至到這個魔不能夠得其變 在這個七神式裏面 七神式住處 如來出現在這個世間有這個七角二現 比丘是不必羨慕這個淪黃的七寶 應該收這個凡行、現身正果 這個童真的家攝 就是解這個七禦 而因而這樣 證得這個阿羅漢 還有這個七奢禦 譬如這個戒清淨 乃至到得 這個獵盆 還有就是有十經 第二就是七行品 就是講了這個七日出生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無常的 又講這個比丘有七不退轉法 七角二能夠對峙這個貪欲 這個七事 七事就得到這個增益的功德 這個皮羅先長者七日應該是命中墮落的了 阿蘭就道令他出家乃至到生天 這個七段諸漏法和這個七事真益功德 在這個出入式收這個死相 是全這個七日乃至這個一日都不放日 這種修行 還有這個就是七禮見子 還有這個七裸形人等 這些是非凡行的人 還有這個家之言 講演這個七事義 共同就是十經的 第三就叫做莫慰稟 就是聚說了佛陀教彼丘 觀這個七處的善 觀察四念處法 就是叫做上人法 其次就勸這個凡智死七男兒 千萬不要為這個無常虎老 觀這個七善處 收這個七法得這個七覺義 佛就以八種道和這個七覺法來補足 附足這個家攝和柯難 共同就是有五經的 接著就是八法 八法第一就是八難法 就是講了這個三個道等的八難和這個八正道 能夠離開這個八大地獄 佛也都道這個叫做昆茶羅比丘 佛也都是以這個八味塵有法 以這個八因緣而動 以這個天地動 和這個八大人念 佛又以這個八法聖這個八步眾 讚這個八處為師 說這個為師百德 和這個八邪催離離 和這個八道向裂盆等 這裡共有十經的 第二就是馬血王子品 是講述了佛為這個馬血王子 講這個八正道 就得到這個盡世間的那個邊際 其次就講這個八關齋法 以這個八事來作為這個海的譬如 人就是可以裂盆 貪著這個利養 就離開這個八正道 由這個八正道 到這個生死難 到這個阿歇世王 他雖然不能夠得到這個八正道 但是他得到這個無根信 就能夠隨世回轉這個八法 不穿這個世間的八法 這個四果和四向等八種人 不穿這個生死等 共有十經的 第九就是狗眾生居品 就是講述了我們應該 應當來這個狗眾生的居住 還有其次他就講這個報師願狗德 這個惡比丘成就這個狗法 不能夠成道 孔雀狗法是譬喻了這個比丘那個 這個牙貓端正等狗善法 我們應當寫來女人的系貨 男子的狗法 不穿這個四大乃至到裂盆 為所有法的本 九種人離這個苦患 九種人可貴可敬 是為滿夫王 講這個朱利貧陀的比丘的德行 預知到這個人情等九種的人 善知識為這個全凡行的人 眾生的性行不同的想念有不同 故此就知道有這個 九種生居於這個九神所指處等 那裏就是共有十一的經 在這裏講這個朱利貧陀的比丘一個德行 這個就是佛陀的弟子 他的哥哥 因為我們的文字經典的翻譯 其實有一些是音 他的哥哥叫做摩科貧特 他的弟弟就叫做周利貧特 也可以翻譯為朱利貧特 那這位比丘就是 當時有一次佛陀 住在嬌薩羅江的黃都的時候 在奇緣精社的時候 有一天這個尊者 盤特 他就是摩科盤特的哥哥 他就責備他的弟弟 因為他的弟弟很沒記性 很愚蠢 他就罵他的弟弟 他說 你連戒律都記不到 你不如回家還俗 他的弟弟被他哥哥摘鼻了之後 就非常之傷心了 他就在這個精舍的門外在哭了 佛陀就知道這位周利貧特在外面哭了 佛陀就去到精舍的外面 就安慰他 就跟他說 他說 比丘啊 你為甚麼在這裡哭啊 當時佛陀就問他 這個周利貧特就說 我哥哥要趕我出去 他說因為我很笨 連一些戒律都學不到 叫我回家了 要還俗了 佛陀就很慈悲地安慰他 他說 比丘啊 你不要怕 是我可以成就了無上的正確 不是你哥哥 當時佛陀就說 他已經證到果成佛 但是你的哥哥 只不過是一位比丘跟他出家 於是佛陀就帶著這位周利貧特 牽著他的手 就帶回他入奇緣精石 接著就親自地教導他 不托教導他 就讀兩個字 除救兩個字 而有翻譯就是 掃除塵救的意思 結果呢 這位周利貧特 他時時記住那個除字 但又忘記過救字 記得救字 又忘記過除字 所以他就很努力 很努力地在這裏 拿一把掃把 他一路掃除救 阿爸一停地掃 慢慢呢 他就開始 越掃越快 他是專注在這裏 他就在這裏思維 除是什麽意思呢 救又是什麽意思 有什麽意思呢 然後他就知道 救就是灰塵這些塵土或石 因為以前的精石 在這個森林裏面 不像我們現代 鋪了磚 鋪了紅毛泥 是很多灰塵的 而且灰塵非常不乾淨 他就在想 救就是指我們這些灰塵 好這些不乾淨的東西 除就是能夠清除這個乾淨的意思 他接著他又在這裏想 世尊為什麽 只是教他這兩個字呢 我應該要好好地去想 於是他就想到自己 亦都是有塵救的 如果我能夠將我的那些塵救 用在我自己身上 我就是執著這些煩惱 來綁住我自己 這個就是救了 智慧呢 就是要我們脫掉 他在這裏想著 不斷地掃在這裏想著想著 他當然是以這個智慧 要來掃除了他的執著煩惱 於是這個周利貧 其實他就繼續不斷在這裏思維 一路掃一路在這裏思維 這個五成音是怎樣能夠在這裏聚集呢 他在這裏想著 又是怎樣才能夠可以驅散它呢 他就在這裏思維 這個色受傷痕色 和這個色受傷痕色呢 這個色就是雜和滅 就是五音似乘 在這裏思維之中 這個周利貧特 結果他就能夠了解到 他了解到世尊為什麽叫他掃地 掃塵究呢 就是要掃除了他內心的塵究 所以他明白了這些無名和煩惱 他明白了這個道理 他就得到解奪 所以他就能夠如實地知道 我們的生死已經到了盡頭 清淨的修行已能夠確立了 我應該這樣才能夠完成 自己知道自己不再有下一次的生死 這樣才能得到解脫的智慧 所以後來這個周利貧特 他就成了這個阿羅漢 他成為一個阿羅漢之後 他就來見佛陀 就跟佛陀報告 他說 世尊啊 我現在已經有了解了這個 除狗這兩個字的智慧 世尊就跟他說 比丘啊 你怎樣去解釋這兩個字呢 這位尊者他又說 世尊啊 除呢 就好給我們的智慧 這些煩惱呢 是束縛著我們 那麼 世尊就跟他說 他說 比丘啊 你真是太好了 就是好像你這樣 能夠脫 好給這個智慧 好給這個煩惱的結 於是 這位周利貧特強呢 他就說了一段解 表達了他的感想 他說 背仲世尊教他這兩個字 就已經足夠了 智慧就能夠除所有的煩惱 不需要再用其他方法 佛陀聽了之後呢 就引證他去說 比丘 你確實是如你所說 是以這個智慧 而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東西呢 就能夠得到 那麼這個呢 那這個呢 都是說 在這個《阿痕經》裡面呢 就說出了 這位周利貧特的專者的事 他是被大家公認 他本身是一個很愚蠢的一個人 但是他證了阿羅漢果之後呢 實在是具有這個 他的根性 因為我們眾生就是被這個煩惱所欺負著 他能夠在他這個 這個除塵救裡面呢 能夠證悟到這個 我們人的身體都是很污衛的 那麼他就由這樣體現到 而成為了這個阿羅漢果的 那麼在這個《九法》裡面呢 他有一段的真實的故事呢 就有說出來的 那麼第二呢 就叫做《馬王品》 是聚說了女人有不淨等的《九惡法》 過去的商人墮落這個邏策角 這個商主呢 就成這個馬王呢 就能夠脫離脫爛的恩怨 其次呢 就說這個《比丘有九法》 不得到這個《大》 在這個《四氏共養》當中呢 就念這個《小玉之竹》 和這個《世出世》等的《九食》 收這個《慈當》 收這個《慈當》 而得到這個《盡留》 《空三回》 是為這個《王三回》等 這個《七步》的經瓦 在這個《十法》裡面呢 就有第一就是叫做《傑禁品》 就是講述了《有十事》的功德 《十二十演》 《比丘》應該收這個《白骨》等上 另一切的《雀肉》比丘呢 就重收這個《十年正果》 就共有十種的經 第二就是《善惡品》 就講述了《十惡堕落》 《十善生天》《十年念》 到《涅槃》 其次就講這個《沙盜人望》 這些《十惡部》 和《教戒》《比丘等》 我們應當要思念《十功德論》 和《羅雲武》《辛口義》等的《十個》 《詩主》《奪幻》《詩密》《與人》《非平等詩》 《濕仙隨邪見》 和《眾生百歲終其行聖義》等 共有《十經》 第三就是《十不善品》 是講述了《十不善業》的《果報》 和講這個《過去七佛》 講略二戒的恩怨 和《梅立夏新成佛》的時候 教眾收這個《十賞事》 和《獅子長者》供養《謝利忽等》 《佛》也都為羅雲講這個《共養》 《十人多福》等 《受比丘入金剛三會》的故事等等 共有《十經》 《十一法》裡面 第一就是叫做《木牛品》 就是聚述了《木牛有德失》各《十一法》 和《比丘亦有德失》各《十一法》 和《比丘應成就十一法》 和《佛恩十大弟子》和《提婆》 各將途中的經行 因講善惡各國以淚雙重 和惡知識共事 《五通》和《六通筆》的不同 和《阿羅漢》的《十一法》 《佛日》為《比丘》去解釋《十二恩緣法》 《十一種人》不能得到《八正道》 由《贊一助食法》和《悉心為沙門》 《清淨為繁智》和《提婆達多》 《率成辟知佛的恩怨》 《修辭心》等《十一》的《果報》等 共同《十一經》 第二就是《禮三寶品》 就是聚說了《禮佛》 我們應當行《十一法》 又講《禮法》 應該念《十一事》 禮真應當尊《十一法》 和《大天王等》 以《世法》相逐 如來能夠出在《世法》 附足《阿蘭》 講《四大來來的人》的罪報相 佛亦知道《五翠道》和《涅槃道》 和《雪山大樹》 《五事長大》 和《仁》亦以信《戒等》 《五事長益》 《中十二部經》 必須知道《义理》而依著而行 眾生因磨名長夜而受苦 《大小義劫》 共有十經 第三就是《非常品》 就是聚說了眾生流轉在生死 《堕淚流血》在行河水裏 和《衰菩提思惟》 《無常成癖之佛》 《英除五弊短五結》 《精進彼休》 《當具足戒律》 《零碎》不做惡業 也記載了《阿羅賓底四子》 《將來出家靜果》 《阿羅賓底文化新天》 又為《阿羅賓底》 《四種苦》 《五陰生不可甘處》 《當求方便康復》 《阿羅賓底文化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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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和生死劫长应生过患 又说文法有五种功德 副施主有五种功德 施心而平等 三业能够以行为众 生死等四苦难免 和十恶部剧 是为波斯匿王解释十恶梦等 这就是共同九本的经 真一欧含经的特色是什么呢 它是依照真一法嫂来持众佛法 方便忆念 方便于我们教化 这本经有大乘菩萨的思想 在六十七经里 也有像这个《善知识》品里面的 168经和171经 《邪罪品》里面的309经 和《家品》的336经 《七日品》的357经 和《八难品》里面的371经 这些经就是讲述了大乘菩萨的思想 另外关于这个人间佛陀的展阳 好像这个《四二遇语断品》 这个230经里面 它说 我如今亦是人 就是讲佛陀 它都是这个人间 都是人 不是说特别是一些天 或者是一些神之类 在这个《等见品》 这个300经里面 它也有讲 它说 因为诸佛世尊 都是出于这个世间 不是由天地而得出 在这个世间 另外就是讲这个空意的发挥 就是好像在这个《利养品》 99经 它里面有讲 它说 一切所有皆归于空 无我无人 无寿无名 在这个《听法品》里面 322经里面 它也有讲 一切的诸佛 全部都是空直 无有造作 在这个六重品里面 三百三十二经 和这个放牛品的三百四十六经 它也是讲述 这些关于空意的发挥 也有他方的行河沙佛土的思想 好像在这个六重品的三百二十四经里面 它又讲 目见年礼拜誓尊足 即于如来足前人没 往东方七行河沙佛土 那么远 这个就讲出有他方世界 在这个书写 供养经典的提倡 好像在这个《十不善品》里面的四百三十经里面 他又说如果书写经典 广惟流传 这样供养经典 都是来到我的厨所 这里就是讲了这个真恩阿含经的特色 继续跟大家讲就是这个长阿含经 长阿含经就有二十二卷 在这个后秦宏始十五年的时候 即是我们的公元四百一十三年 是由这个佛陀耶社和这个祝佛念 两位一起去翻译的 在不传的四阿含经典之一 在这个汉译的长阿含经二十二卷 共同收录了有三十部的阿含经典 在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里面 是列为第一冊的第一佛典 在我们的《大正藏经》里面的第一冊里面 已经收录了这个四阿含经里面 在佛陀耶社就是我们东晋的翻译经典的一位 很有名的法师 他是继宾国人 他十三岁就出家 由他十三岁到他十五岁这一段时间 他每日的《大正新修大藏经》都有二三百万的文资 那么多 在他二十七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受这个巨足界了 他时时都读众这些经典 就是为他每一天的功课 他是很专心和很精进 而且是一个从来不下桌的人 他能够博通了这个大小城的经典 在靠摩罗什法师游历的时候 他也曾经把这位佛陀耶社作为他的师父 后来他又应这个罗什法师的邀请 在这个姚秦宏子年间 即是我们的公元三百九十九年 直到四百一十五年 就应这个罗什法师邀请 这位佛陀耶社法师 就来到我们的中国的长安 协助这个罗什法师 译出了这个《十注经》 后来译出了这个《四份真》的《戒本》 和这个《四份论》 而且译出了这本《长安含经》 又由这个《触佛念》去传释 这个《道行法师》用他的不寿 所以这个经典的四部有八十四卷 佛陀耶社很特别 有人称他为赤枝 因为这位佛陀耶社法师 因为这位佛陀耶社法师 他那些胡桑全部都是红色的 所以有人称他为赤枝 而且他也对这个皮火沙论 非常之了解 当时有人称这位佛陀耶社法师 叫做赤枝皮火沙 他也是罗什法师的师傅 故事有大皮火沙之称 这个《触佛念》就是东晋的僧人 是梁周 即是我们现在甘肃的武威人 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已经出家了 他有他的立志 是要修行 也是很坚证他的戒律 对于众俗这个经典 他也是非常熟悉的 而且他也很熟悉佛教里面很多很多的经典 在扶秦那个建缘年间 即是我们公元的365年到384年 有位叫曾骑拔情和谭摩兰提 就来到我们中国的长安 受到这个召证的邀请 这位曾骑拔情法师 他就翻译了这个叫婆衰蜜多杂论 这位谭摩兰提法师 他就翻译了这个 《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 还有这个《曾一阿含经》 还有这个《众阿含经》等等 是当时呢 这个又由这个触佛念法师 是担任了这个传语的职务 又根据这个梁的《高增传卷日》里面记载了 这个触佛念在这个姚秦弘此年间 即是我们的公元399年至415年 译出了这个《菩提英乐经》 和这个《十注断结经》 和这个《出日经》 和这本《菩萨处胎经》 就根据这个《四份律卷54》 这个《四份律卷53》 和《瑜伽斯对论卷85》里面 他记载了它说 因为是《长经》 所以说习故此有这个叫做《长阿含经》 又根据这个《撒婆多皮婆沙卷》里面记载 《破所有的爱道》 所以叫做《长阿含》 而在这个《分别公德论》里面 就认为 《长》的意思就是说 《九远的事》 他的意思就是说 在力劫而不担 又这样可以知道 所以称为《长阿含经》 有几则的 一则就是由于 他所汇集的《阿含经》的篇幅 就是最长 所以叫做《长阿含经》 第二则就是由于 他评击了这个《爱道》意说 而显章佛说的内容结构 第三则就是由于 这本经所说的事 大半都是涉及了 九远的往事 在《长阿含经》里面 共有二十二卷 收录了三十部经 他主要是对外道的教化 和破斥婆罗门 这个苦行者 和种种的外道 在《长阿含经》的内容 和《中阿含经》的内容 有点相近 但是 它的蝙蝠 就是较长一些 所以收录了 比其他三部《阿含经》 还要比较长的经典 所以叫做《长阿含》 《长阿含经》 以它的内容 可以分为四大类 第一份 就是有关佛陀 第二份 就是有关法 法就是指教理 第三份 就是有关修行度 和《阿罗汉果》 就是正道阿罗汉果 第四份 就是《宇宙论》 具体来说 《看液的长阿含经》 内容的结构 分为四份三十经 大概 下面就是 大概给大家听 第一份 就是讲述了佛行 就称赞佛德 以这样的为主 就有这个《大本经》 《大本经》 其实它就是 聚说了佛陀的 神通威德港大 能够尽知到 过去无数劫的事 是寄说了 这个七佛的要事 和诸佛的常法等等 第二 就是这个《游行经》 是讲说了 在佛陀临入涅槃之前 就从这个 《罗月城》 开始游行到各地 是教化四众 和一些 学义教的人 是最后能够到达到 这个驱司罗城 在这个梳罗双时间 就入这个涅槃 和讲了这个 《八王分舍利》的事情出来 就是 在那个内文里面 他有这样说的 就是说 当时佛灭口的佛陀 在八十岁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 竹林征舍 最后是 雨季安居的期间 就是患了病的 他患了很严重的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 当时 印度 他们是 处于这个 饥荒 只有 这个 柯兰尊者 就是跟随着佛陀 他看着佛陀生病了 又没有其他人在 那 柯兰尊者 就非常之担忧 非常之恐惧 但是他想到 佛陀 还未对所有的 彼佑有最后的 遗命 就应该 佛陀 就不会裂盘了 所以 他的心 就开始 不会太担心了 等待到 佛陀的病 好转了 可以 出去房间 走动 这位 阿难尊者 当时 心就放心了 而且 他就将 他的想法 来 告诉佛陀 听 佛陀 听了之后 就回答 阿难尊者 他说 阿难 我对大家的教导 一向都是 没有保留的 大家 应该 期待 大家 还在期待 我指示 你们 什么 如来 从他 自己 领导 领导 大家 都是要自己 修行 希望能够得到解脱 佛陀就说 我已经年纪 已经老了 我已经八十岁了 我的身体就好像一个 我们所谓的老爷车 那 只有 小小的维修 但是 亦都不能够 维持下去 现在只不过 他是勉强在 维持 他的生命 所以 你们不要一直 依靠我 应该要依靠 你自己 我们要依靠自己 依靠这个法 我们才能够得到解脱 这样 如果我们不依靠自己 不依靠这个法 我们是不能够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应该要努力 在自己的身体 感受的心念 想办法去专注 和觉察 来止息了 我们一切的 优秀的烦恼 佛陀就说 他入灭之后 能够这样 你们能够这样去修行 一定能够达到最高的成就 这些就是佛陀的真正的弟子 后来佛陀 和这位专者 这个阿兰专者 继续向西北方游行 最后 在这个末罗国的首都 这个波破城 接受了一位铁像 叫唇陀的供养 但是唇陀供养它 是一种属于菇 和菌类的食物 来供养佛陀 因为佛陀吃了这一类的菇 和菇类的食物 引发它很严重的辐射 那佛陀也都勉强地慢慢慢慢去到这个驱施城 也都为了 有一位叫做衰拔 这个婆罗门 他是属于婆罗门 这个衰拔 他就跟他说这个八正道 而且引导他 而这位 他最后这位弟子 这个衰拔 能够证到这个阿罗看果 就是这个 这个城里面的梭罗丹 这个梭罗双时间 佛陀就在里入涅盘 当佛陀临入涅盘的时候 他就跟阿难尊者说 阿难啊 你们之中 如果有人 以为大师的教导是没有了 我们再也没有大师可以依靠 阿难 你不应该这样想 因为 成佛以来 所说的经法和这个戒律 就是你们的大师 就是你们的依靠 佛陀跟他说 佛陀入涅之后 以这个法 就是你们的师傅 佛陀入灭了 没多久之后 阿难尊者就在这个 摩蝶陀国的首都 黄射城的 在黄射城里面教化 住在这个城北 这个加兰陀竹林精石里面 在一天的早上 阿难尊者打算入城黑石的时候 由于这个时间还是早 尊者阿难就迅导去探访一位 叫做巨蜜木建年的婆罗门 去见面之后 大家客气地说了一番说话之后 这位巨蜜木建年就问阿难尊者 在你们当中 有哪一位的比丘的能力 和佛陀是一样的呢 当时阿难尊者就回答 他说没有 因为世尊的法 是先觉者 是教导者 所有的比丘 都医从了佛陀的教导 而能够得到成就 从这一点来看 是没有任何的比丘的能力 和世尊是同等的 这段时奉在摩杰陀国的阿蜇世王的命 奉命这位阿蜇世王的命运人 就是这个黄瀉城 是督道在建设中 是在防御这个北企罗阁 来侵犯的大神 这个叫尔尔尔 正刚刚他也来探访 就加入了他们 大家的谈话之中 这位大神叫尔尔尔 就对佛陀入灭之后 争团的运作方式 亦都感到好奇 就跟他们说 亦都是问阿蜇尊者 在你们当中 既然是没有一位比丘 能够和世尊是一样的 那有没有哪位比丘呢 就是世尊生前所指定的 接班的领导人 来成就作为你们的依靠呢 当时阿蜇尊者就说 没有 有没有哪位比丘 在真团里面 是被大众推举 作为一位领导人呢 阿蜇尊者也跟他说 是没有的 如果是这样 你们怎么去保持 真团的清静和和合呢 于是阿蜇尊者就跟这位大神 射于他说 我们是依法不依人 我们沿着这个村落去行化 在每月的十五日 我们都会集会报杀 大家都会依这个法和律 彼此之间法文的方式 来反省和检讨 如果有犯过失 犯戒的 就要依法律去规定 来处理 处置他 所以我们的增团 就能够维持这个和合 那这位大神射于 亦都在问 这个阿蜇尊者 他说 在你们的当中 有没有值得 恭敬和尊重 比比丘 他们愿意跟随着 他学习的人呢 阿蜇尊者 他亦都回答 他说 有 如果有聚足了 这个持戒圆满 多文深入 作为善知识的 身心远离 乐于禅观 衣食知足 正念成就 精进修行 性慰明达 漏尽解决等 十种成就的比丘 就是大家所 恭敬尊重 乐于跟随他学习的对象 当时这位大神射 余射 他当下 深深地表示赞叹 而且他还说 过去有一次自己 拜见佛陀的经验 他认为佛陀是值 赞叹一切的禅修 所以 阿蜇尊者 他有些不太同意大神射鱼的想法 因而 大家 就纠正他说 他说 佛陀对于 这些 没有离贪亲 分寻 调举 疑等的禅修 他并不赞叹 佛陀经常赞叹的是 初禅 二禅 初禅 第二禅 第三禅 第四禅 这种禅修 最后 这位阿蜇尊者 又为 俱蜜 木 建连 婆罗门 澄清 佛陀的 畏解脱 和 俱解脱 是阿罗汉三者的解脱 他并没有差别的 亦没有哪一种 比 一种的 特别的殊性 然后 就是 对这个 俱蜜木 建连 婆罗门 在他说 大家 研讨了一番之后 就接受了 他的 供养 其实 他是 在这段文 这段经文里 是说出了 这个佛法的修学 是这个生死的解脱 除了依靠自己对佛法的实践之外 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依靠 这些的遗教 是佛陀的遗教 他明白了 显示了 佛法是要自力解脱的精神 与后来传出来的一些 他力的法门是有不同的 他所依靠的法 佛陀很简要地说 就是这个四念处 有些 就是鼓励修这个四念处的经论 都会特别强调了这个四念处的重要性 但是在佛法的修学 有它的整体性 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阿含经 佛陀一生的教说 最能够表示这个整体性的 其实就是这个八正道 例如佛陀初传法来的时候 讲这个四圣帝和这个八正道 在他入灭之前 度化最后一位的弟子 叫做衰拔 那时候他也是讲这个八正道 这个就是在《长安含经》里面 有所记载的 第三就是叫做《典专经》 他就是聚说了这个帝识 向这个涂离天众 清探佛陀的八无等法 和这个大凡王随起说佛陀 为这个大典尊本身的 朱大威得力 就是讲这一部分的事 那第四呢 叫做《射尼沙经》 是聚述了佛陀 为十六个国中的人民 那些命中的人去纪别 他又不是为这个摩揭国人 纪别 就是说佛陀预计他的弟子 成佛的事 既别就是说佛陀预先 来既别他的弟子成佛的事 也借这个 《射尼沙神》 从这个凡天 或者这个《涂离天》 和《毗沙门天》 是转转得知到这个 《摩揭国幽婆失》 因为信秀奉行 和佛法 而正果生善道 使到这个摩揭国的人 生起这个信心 第二份呢 就是讲这个 这个《诗行》的修习 和佛陀说法的刚要 第一就是《小圆经》 《小圆经》 就是聚说了佛陀以这个四法 来破斥婆罗门总圣的优越感 第二呢 就是《转轮圣王修行经》 就是说明了这个 理想的社会的实现 和这个七宝具足的 《转轮圣王》 就是以这个正法来致世 而且呢 就是聚述了这个社会的 变动的情况 和他的恩怨 第三呢 就叫做《闭宿经》 是聚述了这个 《家舍童女》 以这个譬喻来 教化这个 德公望重的 那个《闭宿婆罗门》 第四呢 就是《山陀罗经》 就是聚说了 佛陀为这个 《离驱陀凡志》 和他五百的弟子 讲这个 外道苦行法 这个不是解脱的道 能够收集五戒十线 四无两心 才是第一的苦行 第五呢 叫做《众习经》 就是聚说了佛陀 因为患了这个背痛 想暂时休息 就叫射利弗尊者 为其他的比优说法 射利弗尊者 就提倡和建议 大家应该是 习如来所说的正法 以防这个增重 使到这个犯行 能够久留 多所遥益 这个天同人 而获得这个安乐 第六呢 叫做《十尚经》 就是聚说了佛陀 在这个千婆城 命射利弗尊者说法 射利弗讲这个十尚法 除了大众 能够除去大众的烦恼 能够得到这个涅槃 那里呢 那里呢 就是共有五百五十法 那里呢 那里呢 叫做真一经 就是讲述了佛陀依这个一真法 为所有的比优说这个二里的清淨 和这个凡行具足的真正微妙法 共有二百七十五法 第八呢 就叫做三罪经 就是讲述了佛陀依这个三罪法 为比优说这个二里 微清淨 这个凡行具足的微妙法 总共就有一百六十五法 那第七呢 叫做大圆方便经 就是讲述了这个十二恩缘法 是难知难见的 那第十呢 就是色提缓恩问经 就是讲述了这个帝色 请佛陀决疑 而且就是 亦都讲述了这个帝色 成为佛弟子之后呢 在佛陀的住所呢 得到这个真喜乐 第十一呢 就叫做 阿小吐仪经 就是聚述了佛陀讲这个 有情世间的缘起 就是 只是得佛能够知道 那第十二呢 就叫做善生经 就是寄述了佛陀为这个善生 来讲这个 这个离四种恶行 和敬礼六方的正确的方法 而获得这个美满人生的 六种正确的人际关系 第十三呢 就是清淨经 就是聚说了佛陀子 对这个 具义理 都不会争执 而提起这个诉讼 又为了使到这个教团 和合清淨 帝子呢 应该知道呢 由我们人 而得到这个解团 这些法 那第十四呢 就叫做 智欢喜经 是讲述了这个 石利弗 因为正信佛法 而赞叹佛法 第十五呢 叫做大会经 就是讲述了 佛同五百罗汉 比丘 在这个 色似提角 那个家围村 那时候呢 有这个 十方的天神 都来集会 以这个 激赞 来赞叹佛陀 和这些比丘 这个魔王 和那些 其他那些魔鬼 那些兵 就来到这里 来扰乱 佛陀就教大家 念这个 无放日 在这个 戒定位方面呢 能够 修持 能够去除 这个 烦恼 那第三份呢 就修录了 对外道 医学 那个 鱼难 那它里面有 第一份呢 就是这个 安摩奏经 就是讲述了佛陀 为这个 安摩奏 献了这个 三十二上 事宴如来这个 举足这个 十号功德 来讲这个 圣戒 这位 安摩奏呢 就回报他的师父 来到见佛陀 供养佛陀 受佛陀的教导 在七日之后呢 他就明 他就死了了 就 正了这个 阿罗含果的 第二呢 就是 梵动经 梵动经呢 就是聚说了 凡夫以佛陀持戒 的小小恩怨 来赞叹佛陀 佛陀 佛陀的 言圣弟子呢 就以佛陀 具甚深微妙的 大光明法照 来破这个 乙壳的那个 本末 还有本劫 和本劫 这个 还有这个 抹劫 和 抹劫 等这个 六十二件 这个 莫妄 凡妄 的大恩怨 来赞叹佛陀 这个 梵动经里面呢 就是 如何真正去赞叹佛陀呢 有一次 佛陀 和一些 追随他的 比优 在这个 印度 当时呢 就在这个 摩蜜陀的 境内 来教化 弟子 他打算 就从 这个 黄都 首都 这个黄斜城 就前往 这个北边 那个 罗兰陀城 在佛陀 和比丘一起 佛陀在前面 走 比丘跟随着 佛陀在后面 有一对 外道的 沙门 当时 一些修行人 我们都称为 沙门 他两师徒 也在走 然后佛陀的弟子 在后面 走 他师父 就叫做 衰卑 他的徒弟 就叫做 樊达摩南 在一路走的路上里面 这两位 老师 就是他的师父 一直 不停地诽谤佛陀 现在徒弟 就一直唱反调 不断地赞叹佛陀 亦都赞叹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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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团圆的地方里面 准备在这里 他建设一些公共的房屋 是被一些过路的人 在这里祭祀 就好像我们所说的 旅馆 这样的意思 在这个时候 这个外道的两师徒 都不停地在这里 师父就在这里 语谤佛陀 那位徒弟在这里 赞叹佛陀 不断地在这里 争议着 这些比丘 就听到他们 两师徒整天 不停地在这里议论 他们大家都认为 相对于这位外道的老师 他是不了解他的徒弟 佛陀 他是善知他们的想法 佛陀知道这些比丘 在这个讲堂里面 大家在这里议论 关于他们这两师徒的事件 佛陀就特意问他们 你们在这里说什么 当时比丘就跟佛陀说 他们两位的事情 佛陀因为这样 而教化他的弟子 他说 比丘 如果你们听到 有人诽谤如来 佛法和争团 你们大家应该 不要忧愁 甚至不要怀恨 和企图要报复 甚至不要怀恨 和企图要报复 因为这些只会带给大家一个障碍 不能够如实地去判断 别人所说的 是否有道理 或者是不是错误 这是错误 然后佛陀又说 他说 比丘 一般的凡夫 都是只是从一些 细所 微细 细族的界行 例如五戒 十善 在这个 兼迫的 严谨的 正命的生活 黑食 不处触 这个财物等等 来赞叹如来 不能够从如来所证的那个 深妙 微妙 大光明的法 这一方面来赞叹佛陀 这个只是从如来所证的那个 深妙 微妙的大光明法 来赞叹 这些才是真正如来 真正来赞叹如来的 为什么如来所证的 深妙 微妙的大光明法呢 佛陀 在这个时代的沙门 普罗门 有些是 种种的邪见 邪知 总是 将它归立来 不外乎是 一些常见 或者是部分的常见 无因无缘论 或者是说一些有边无边 或者是说一些不定诡异论 有想论 无想论 或者这个 非有想非无想论 或者这个 断灭论 或者这个 不正确的 演发裂盘论 这些 加起来 有十种 十个种类 有六十二见 这些都称为六十二见 这六十二见 归立来 就好像 就是 灑在这个小池堂里面的一个大余网 网住了这个世间所有的邪知邪见 以佛陀所证的一个深妙微妙的大光明法 就是远离了这个六十二见 在我们日常生活这个六根对六景的认识过程之中 如果我们能够如实之认 认识和感受而生起了这个真正的原因 以及它所引发的烦恼 能够跟随 能够用这些方法 才是认识和感受 是怎样去令到我们 因为这个贪爱而陷入这个美着 由这个美着 又怎样在这个无常变化之下 就转为这个祸患呢 那一个圣者又怎样能够从中 能够超越和出来呢 由于能够超越和出来 所以圣者就能够切断了所有这个 让我们留在这个生死里面的根源 那佛陀呢 就要用这个方法来教导我们 依据这个故事之中的佛陀的教说呢 我们就知道佛法的修学 不能够只是停留在这个戒痕的严谨上面 真正的佛法的优势呢 是要有正见 以及从这个正见里面发展出来 令我们能够断离这个烦恼 我执 断除了我们生命的流转的正行上面 这些的精髓 在经宗里面所举的一种的代表 就是我们的陆足和这个预同这个仇 和这个杂灭未幻离 这些都是故事里面所认识和感受的原因 以及能够跟随这个美着和患 超越与这个出来 这些都是这个四圣帝的那个开始 从这个缘起正见来开拓这个我们应该要修这个正行 在经宗所举这个佛陀的清静界行 是包括了不是从事任何的形式 例如占卜 算命 奏述 医疗等等 这个是值得我们所注意的 这个故事大概就是佛陀一种教说的表现 接着就是讲这个 第三就是叫做总得经 就是聚说了佛陀和总得婆罗门 大家在这里议论这个成就这个婆罗门的五法 五法就是指这个生众端正持戒智慧 来导化这个总得婆罗门 第四就是叫做救罗坛头经 就是讲说了这个救罗坛头婆罗门 他率领了他的弟子去见佛陀 请教佛陀三种的祭祀 和这个十六种的祭祀法 那佛陀呢 为去讲这个本生是那个大字的事 而且呢就讲这个 正于这个大字法那个果报的共争 还有呢 在建建这个增房那个 即是说建这个增人住的地方 还有讲这个三规五界 持心出家等的功德 那这位婆罗门呢 听了之后呢 就不再养这个牛羊呀畜生呀 就在佛前呢就受这个三规五界 而且呢就是设这个齿呢 齿呢来供养佛和佛陀的弟子 直至到他正了这个不还果了 那第五呢就叫做坚固经 坚固经呢呢 他就是讲说了呢 佛陀呢 不许可他所有的弟子呢 为这个婆罗门呢 就显现这个神足 这一种的法 佛陀他又教他的弟子 在这个空闲处要静默来私道 如果有功德 我们就要自己浮藏 如果有过失呢 我们就应该要发露 那这个呢就是 坚固经所说的 那这个呢就是 又讲述了这个呢 佛陀呢就拒绝了 要用这个神通来传教 那有一次呢 佛陀呢就去到这个 摩蜜陀国来教化 住在这个罗兰陀城 那个芒果园里面 这一日呢就有一位 叫做坚固的在家居士 他呢来到这个芒果园呢 就拜访佛陀 他就向佛陀鼎 他就向佛陀鼎 他建议佛陀 他跟佛陀说 是说世尊啊 罗兰陀是一个很繁荣 富裕的城市啊 人口呢也非常之多 世尊如果你能够用 能够要一位比丘 在大众的面前呢 是显现这个神通 这样我们这个 罗兰陀城的人呢 一定会更加去 恭敬和信奉佛陀了 那当时佛陀就回答这个 一个坚固的居士 他说我从来 不会教我的弟子 对任何的在家人 显示这个神通 我只是教到他们 远离这个 凡固 去这个宁静的地方 去思维正法 如果有人有所成就 自己知道了就好了 如果有了过失 我就应该 自举举法 应该去忏悔和改革 那这位 坚固的在家居士 还是再三地 请求佛陀呢 要给丘他们呢 为他们的民众呢 言这个神通 以争取更多人去敬顺佛陀 方便地 佛陀和他的弟子呢 在这些人口 有更多地方的城市呢 去酝酿佛法 利益更多的人 但是佛陀呢 亦再三地拒绝他 就跟他说 他不愿意以这个神通 来宣扬这个佛法 佛陀还说 坚固啊 我可以以这个三种自己的亲身体症 来教化 如果用这个神足的神通 和这个他心通 和这个教界神通 为什么 有这个神足神通呢 神足神通呢 就是能够变化出很多的化身 能够引化 能够穿墙 能够入地 能够水上行 空中飞 能够 身体出这个烟火 能够直达这个凡天等等 是这个有一种的超常的能力 如果我有一位信仰这个正法 能够归衣三宝 告诉他 或有一位不信的朋友 和一个不信的人说的时候 大家都欺求这个神奇 那么呢 他就要这些比丘去演这个神足 但是呢 用这样的方法 虽然他有这个大神力 大威德 但是这些人呢 是对他 是 不是一个大的帮助 所以呢 佛陀呢 他就是说出了 用这个 就算是用这个他心通啊 都是 令到呢 人呢 去追求这个神通 不是能够真正明白 佛法的道理去修学 因为这个神通呢 只是在禅定的修学 一种的成就 由于这样呢 他能够呢 得到这个超乎常人的能力 但是呢 但是这一种 只不过是 被人感受到这个神奇 而一种吸引力 但是呢 不是能够令 令众生呢 能够解脱这个烦恼 能够 彻底地去 证到这个真理 不能够令他真真正正在生命上 能够得到这个解脱 所以佛陀呢 就是说出这个事件 给大家听的 那呢 就是记载了 在这个 这一本 《堅固经》里面 之后呢 命中之后呢 就身在这个天上的善处 那么呢 佛陀呢 亦都是 苛弃他们 这一切的苦行呢 都不是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 所以佛陀呢 就为这个 《堅固经》 就是说这个 戒具足 和圣各种的苦行 这个微妙第一的法 第七呢 就是《三明经》 就是说了两位婆罗门 各个都认为呢 他自己已经证到这个真正 真正的正度 能够自己去到这个梵天 他们两个呢 互相在这儿真理 后来呢 为了呢 对他们的真理呢 产生这个怀疑 于是呢 亦都是 怀疑佛陀 佛陀呢 就以这个日月 梯河 山水 暴起等这些的譬语呢 讲明了这个 執着这个五欲呢 都不能够得到 生在这个梵天 这个 行这个清淨的梵行 有讲这个沙门呢 就能够生在这个梵天 那么第八呢 就是《三门果经》 《三门果经》呢 就是讲这个 阿世世王呢 受这个 受命童子的劝 就去到佛陀那儿呢 就求佛陀呢 说法 佛陀呢 就为他 说了很多个佛法 这个阿世世王呢 因为这样呢 而深信了 他做的业呢 而得到这个报应 于是呢 就在佛陀的前面呢 就是忏悔 因为呢 他是杀害了他父亲呢 而得到这个很重的罪 那呢 就后来呢 得到佛陀的教会之后呢 他就受了这个三规五戒 因为呢 因为呢 上一堂 五百人那么多 他呢 就住在这个 摩洁陀国的首府 王世世 有一位名医 叫做琪婆 他呢 他呢 就是在这个 阿摩洛园里面的 有一个 有一个 我们叫园 即是我们的 十五 十五 那天呢 的夜晚 在这个摩洁陀国的阿世世王 和那些宫女的眷属 和那些 像上 群神 正在在宫中里面 就聚会了 那阿世世王呢 一时呢 他就很高兴 他就在那里 点名 就问皇后啊 太子 和那些群神 你们要 看看 在这个美好的 十五 这个夜晚里面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 那这个皇后呢 她就提议了 她说 我们应该来欣赏 这些宫女 在那里跳舞唱歌 那位太子呢 就叫做 丘陀耶 她就提议 她说 我们应该呢 就跟那些 将军啊 大臣啊 我们应该在那里 大家在那里策划 怎样呢 去攻打其他那些 不信从他们 国家的 国呢 那 也有一些 有六位大臣呢 他也都在那里说 介绍当时呢 在有一个 叫做 六思外道 就说 建议呢 国王呢 去听这个六思外道 去听他们的道理 和去看会他们的思想 那 阿世世王呢 对他们 大家的提议呢 完全都没有反应到 最后呢 这位叫做 奇婆 这位名医呢 就跟郭和说 她说 佛陀和她的 二千五百位的 弟子 现在呢 住在 她的 阿摩罗园里面 她就建议 这位 阿世世王呢 去拜见 释迦牟尼佛 和她的弟子 当时 阿世世王呢 一听到 就去见佛堂 她就很想去见佛堂 她的心呢 就动起来 就接受了 这个奇婆的建议了 那这个国王呢 就一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地 去接近到 这个 摩罗园了 突然之间 这个阿世世王呢 就突然间 很害怕地 停了下来 因为她看到 这个环境的四周 很静 她呢 就质问这个奇婆 她说 我信任 这位阿世世王说 我很信任你 但是 你是不是想害我 那 是不是 想欺骗我 那 当时呢 这个 这个奇婆呢 就跟我说 大王我不是 她 因为为什么这个 阿世世王这么想呢 她说 因为 佛堂一个人 她有二千几百个弟子 在这个地方 没有可能 一些声音都没有 她就觉得 她是不是 設一些陷阱呢 要来 杀害她呢 那 这个 奇婆她就说 她说大王 我不敢欺骗你 我亦都不会设计去 陷害你 这些 就是说佛陀 和这些沙门 她们呢 她们呢 都是在那儿修行 是 时时都在那儿 禅修打坐 她们是很静的 所以是一些声音都没有 她说 请国王 你放心吧 前面呢 就到佛陀的地方 国王 就来到这个 摩摩来园 他下车 就暴行 入到这个园里面 他洗脚 他们当时 印到一些风俗 等于我们拜佛要洗手 他们就洗脚 洗手 进入了佛陀的讲堂 她看到四面的环境 都很直静的 她的心 就很欢喜 她自己就这样说 她说 那么多沙门 都能够直言静默 只观巨足 但愿她怨她的太子 丘陀耶 亦都能够收到这样的成就 于是 所以阿世世王 就去到佛陀的面前 和佛陀顶礼 然后呢 和佛陀提出了 对于这个 六思爱道 每一派的思想 有关于这个 业部的说法 那个怀疑 因为原来 这位阿世世王 对于自己 曾经 杀害了他的父皇 而跌取皇位的行为 始终 他的心 都很不安乐 他不知道 以后 会有什么 的业报 通过 这样坐在佛陀的旁边 听佛陀的教导 佛陀说法 就告了一个段落之后 阿世世王 《布渣婆留经》 就是说述了这个 《布渣婆留凡志》 和《三门婆罗门》 所提出有关 《想生灭》 这四种双遗亦的律 这四种法 来问佛陀 佛就是以这个 说出他的过患 又为他们 而说这个有恩有缘的想法 和这个有恩有缘的想灭 例如这个 《九次第定》 《上生灭恩怨》 佛陀也会答这个 《凡志》 和这个 《将手石利弗》 所提出 种种的问题 第十 就是叫做 《路遮经》 就是说出了佛陀 劝化这个 《路遮婆罗门》 所说的 善心 得到生 这个善趣 不善心 就堕落这个恶趣 就令这个 《路遮婆罗门》 的心 就能够喜悦 和很诚信地 去服从佛陀所说的法 第四份 就是寄述了这个 世界的 起源 那个上座 第一 就是《世纪经》 就是聚述了这个 世界的形态 天地的承住怀空 以及这个 《黄统治世》 以及这个 《四圣分化》 《地狱》 《天道》等的情况 最后 这本经的特色 是着重于 这个社会的教化 并且 由这个破释 在当时婆罗门 和这个爱道 和这个 《摄化珠天》 《摩》 《梵》 之中的 表彰了佛陀 是超越 非常之颂高 佛法是究竟的 另外 这个《长安恒经》 在这个 《不全佛教》 那个《阿柬经典》 是一个重要组织部分 和其他的《阿柬经典》 都是一样 这个《长安恒经》 亦是反映出 当时佛教的 初创那个时期 与它的发展 在初期的基本行矣 例如四帝、八正道、十二恩、十二元席 以及四念处、四正段、四神竹、五根、五力、七角、二等 宣示了佛教修持的基本理论 界定为三学 在汉译的长安含经里面 除了较为切实的技术 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 他的独特之处在于破所有的爱道 以及破绎爱道的议说 构成了长安含经的重要景观 今晚就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会想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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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